字幕提供 您包飞港元很多人都已经开工了 过新年除了慈善呵呵回来胖了一大圈之外 一定要做的当然就是一家大小去看电影啦 但是每一年的贺岁片都隐藏着不少的泪 还是先看看网友们看了电影后 是喜还是非才决定看哪一部 其中有每一年都要取一次的吸睛 唐三司徒今年来到了女儿国 已经看了的网友大在看气效果无可挑剔 但打到场面少了很多 是一部唐僧和女儿国国王 粉红泡泡初恋的偶像剧 至于《作妖记》 在虽然有可爱的UBA和杨朝伟的加入 但在网络上的差评很多 批评特上很渣故事轰动 有草生犯呼引观众的嫌疑 港厂号碎片 近这几年都让人看得一脸尴尬 但今年有几瓦伞和阿杰的董董的功 让人重燃一切的希望 但还是有网友看了后表示有点失望 觉得故事节奏有点乱 套路有点生意 阿杰的角色没有有误 另外雷西子指导了一个嘎打赛 一贯的喝碎片风格 百对桃演员人流出场 但还是一样被网友评为一出闹剧 说好的老少嫌疑 出现不少的限制及对白 考验观众的忍耐力 反而收屏 我对紧本来才获得不错的粉业 也被认为是今年最有新年view的电影 今年新加坡的梁戏妹也来了 上映前电影里的金剧已经先流行了起来 Lan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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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亲亲过好年 单单是海报就特别的有心思和质感 电影不复花不复的反传都是爱 可以带着家人一起观赏 至于大大大 收到的电影 以及是品质和口碑的保障 新年期间整主人到各地的戏院卸掉 每一场都可以看到戏院几乎满座 让你超感动 电影的用心和诚意 绝对不会让人失望